大家好,我是杰克,来自美国,我现在游戏工在武当山,我已经在这里有11年多一点点。 画面中的美国小伙杰克,今年31岁,来自美国伊利洛伊州,从2010年至今,杰克扎根武当山11年,专心学习武术,现已成为武馆的一名教练,并拜入武当三丰派15代传人袁世茂道长门下,成为武当三丰派第16代传人。 4月11日,杰克在武当山表示,他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,因为他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。 杰克从小就喜欢中国武术,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袁世茂的八仙棍视频,当时就决定要拜袁世茂为师,学习正宗的中国武术。 2010年6月1日,杰克从芝加哥出发,来到了武当山。 感兴趣中国的文化,还有武当的武术,特别感兴趣,天天在这里练武,感觉现在很健康,感觉很舒服这个氛围。 除了对武当武术的热爱,他也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家文化。 由于这一份特殊的感情,杰克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。 期间,杰克曾带着妻子回到美国,后又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武当山。 再次回到武当山,他的身份变成了武馆外国学院的师傅助手。 他说,在武当山居住,有山有水,生活更方便,也更热闹。 太爱后悲了,这里有武术,有美金,也是这里的人也非常好,我感觉这是我的家。 不练功的时候,我也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玩,去关街。 如今的杰克不仅会武当功夫,还会吹销,用筷子,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 除了在武馆和玉须宫的日常练功和教学,还经常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去爬武当山。 当想练美国的家人和朋友的时候,他会抽空来到紫霄宫去许愿祈福。 我很感谢这里的人对我非常好。 我们有很多国外朋友在这里已经打了疫苗。 其实我感觉在这里很安全,我也健康。 我家也在这里,我太太是中国的,我女儿也在这儿。 我们爱湖北,我们爱武当。 杰克说他还有一个心愿,就是把武当功夫练到更好的时候, 回到美国开一家武馆,让更多的人爱上武当功夫,爱上武当山,爱上中国的传统文化。